我总共打了4针 大家好 欢迎光临我的频道 今天和大家聊一下 在评论区有少伙伴们聊 问到我说 我现在打没打疫苗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打疫苗的 我总共打了4针 4针都是国药的 我第一次打疫苗 是在国内 我是完成 第一针我忘了什么时候 但是我完成两针接种 是1月28号 1月28号 我是2月2号来的泰国 我必须要打这个疫苗 打完了我才敢来 说实话 当时因为疫情确实很严重 打完疫苗以后 来泰国之前也其实挺好的 大概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泰国也因为 开始有健康码等等 出入境的政策 就比如说我要进商场 或者进一些公共的区域 它必须要有这个码 如果没有这个码 就要做核酸检测 那我拿了中国的 这个疫苗注射证 在这边不能使用 同时呢 我也是确实超过了 这个半年的注射期 因为国内现在可能刚开始 推第三针的加强证 也是因为建议半年以上的 去鼓打一针 那我自行在泰国后来 也是通过医院去买的这个国药的疫苗 我就又打了两针 我心里的想法是打一针 花的钱也是一样的 那我索性打两针 打两针 因为有两针在泰国的这个注射几率 那我就能有一个这个健康码 我有了这个健康码以后呢 我去健身房我需要用 去一些商场 包括一些景点 甚至有一些酒店 包括参加一些会议 如果没有的话 最好笑的是 现在去海底捞 在泰国的海底捞 如果你没有这个健康码呢 你是必须要马上做那个核酸检测 它是有一个快筛核 大概差不多十几分钟就能知道结果 那很多小伙伴会聊到说 打这个疫苗 在中国打和泰国打有什么区别 说实话没有很大区别吧 因为我泰国中国 现在两地的疫苗证也都有了 都接种过了 感觉最大的区别 就是泰国的这个针 确实比国内的粗一些 我在国内打第一针 国药的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哇 扎进去了 怎么没感觉啊 后来医生说 那个是美容级别的针 所以特别的行 那泰国那个针 就感觉扎得特别粗 特别的 可能就这一点区别了 那很多小伙伴说 为什么我们又选择别的疫苗 因为我们这边 主要分为两批吧 一个是在国内打国药的比较多 在泰国之前春苗行动的 打科兴的也不行 那至于什么像 阿兹利康啊 Pfizer啊 还有莫德纳这些 都会有 那我自己感觉 我们国家的这个制造力量 尤其是疫苗这方面 我觉得还是选国药 或者科兴吧 比较安全一些 所以最终我就选择了那个国药 打下去基本上 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应吧 打第三针 第四针 就可能说打完当天啊 有点困 然后注意好休息多喝水 第二天就完全没什么事情了 如果想看我之前打疫苗的视频啊 其实之前啊 有一期我是有录过的 可以在我的播放列表里面找一下 好吧 本期视频今天先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和关注 如果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你想知道的 我一定会及时回复的 拜拜